中华奥会为了要提倡全民运动 特别邀请大陆专业及体育指导员 他们带来了风靡各地的广场舞 太极拳还有花样跳绳 多种表演跟台湾的学生相互交流 两岸全民健身交流会 10月30号还会在台中市上时国小 进行第二场交流分享 奥会期望借此来提醒国民 多健身享受运动的快乐